我們現在開始上了一個重要的內容 叫做簡單機械 就是機械 叫它簡單機械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叫的是一些基本的元件 你在生活中 所碰到的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樣的機器 幾乎都是由 這些東西組合而成的 槓桿輪軸滑輪 指輪斜面跟螺旋 組合起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這個解凍器叫做 簡單機械 這個叫做槓桿 這個叫做輪軸 這個叫做斜面 這個叫做滑輪 然後呢在考試來講 槓桿交過了 輪軸滑輪齒輪斜面 螺旋 齒輪現在沒有計算體 螺旋也幾乎不會卡 比較重要的是斜面 然後還有一個輪軸跟滑輪差不多 但是滑輪普通 我們台灣的國中的滑輪 我們交的非常的簡單 也很容易解決 機械簡單機械 這些東西我們要交 那我們為什麼要使用機械 我們是為了省時 是為了省力 或者是為了使用方便 所以機械的目的可以省時 或者是可以省力 或者是為了使用方便 我們在台灣的國中交的方法是 省時的就會廢力 廢力的就會省時 講這句話其實隱含一個前提 功率相同 功率相同 所以才會省時的會廢力 省力的會廢時 你開挖土機挖土的時候 既省時又省力 既省時又省力 可是那是因為它功率不一樣 所以我們沒有告訴你 我們假設它功率一樣 然後我們就告訴你 它省時的會廢力 省力的會廢時 所以以後考試題目 這個省力它就會廢時 這個省力省時它又廢力 那麼機械就是一個中介 中介的東西 我對機械做工 對它輸入工 它運作對外面輸出工 對外面輸出工 所以我輸入工給它 藉由它對外面輸出 最美好的情況就是怎麼樣 輸入會等於輸出 但正常情況下都不會 因為會有摩擦 那重點是 如果你要輸出五焦耳 你至少給它多少 五焦耳對不對 所以我有一個重點 機械可以省時 可以省力 但是不會省工 你要做工要有六焦耳 你就一定要至少給它六焦耳 不可能只給它三焦耳 它會得到六焦耳 是不會的 所以這是一個keyword 重要觀念 機械可以省時 可以省力 但是不能省工 它只是一個中介 幫你傳遞 轉過去的東西而已 OK 通常我們剛講過 因為通常會有摩擦 所以會有損耗 所以給十焦耳 只得到八焦耳 只得到八焦耳 因為有兩焦耳會被磨掉 會損耗掉 OK 這叫做機械的基本概念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這是所謂的槓桿 這是我們交過的 當然 繞著一個支點繞著硬棒 就是稱之為所謂的槓桿 就像這樣子 繞一個固定軸 叫做槓桿 這邊有所謂的施力 有所謂的施力壁 有抗力跟抗力壁 有順中力矩跟逆時中力矩 第一個 人的力量叫做施力 然後呢這個叫做施力點叫做利弊 然後石頭利安叫做抗力 然後這個叫做利弊 如果你要正式的講 你要正式的講 這個利弊應該是這個圖上面虛線的地方 才叫做利弊 可是你在做計算的時候 你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只有算 直接算什麼 直接算這一段 直接算這一段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人只差一個cosc 這個三角函數cosc 而且兩邊要同乘cosc 沒差 而且我們寫是相等 我們就寫相等 左邊等於右邊 a等於b 然後a乘cosc 等於b乘cosc 還是一樣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就好 我們就直接寫 我們就直接做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就沒有去挑剔你說 你非要去搞那個垂直不可 就直接乘就好 就直接乘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這個人的作用力 往下壓就會怎麼轉 逆時鐘轉 看你出來吧 人手一往下壓 他就會逆時鐘轉 那重物往下壓呢 就會怎麼轉 重物往下壓就會 順時鐘轉 所以一個叫順時鐘力矩 一個叫做逆時鐘力矩 一個叫逆時鐘力矩 OK 那麼 keyword 關鍵字 力矩要怎麼算 古時候交過的 力矩的計算方法 力矩的計算方式 力矩怎麼算 number one 一號 不要 不要叫他 四號 四號 力矩怎麼算 力矩怎麼算 力矩 一樣中文也可以講 英文也可以 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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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矩請坐 我講過了 課本跟你寫力乘以利幣 可是那個是 這是一個 錯的寫法 要寫的是力幣乘以利 要寫的是力幣乘以利 高中就知道 高中你就知道 力幣乘以利跟力乘以利幣是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OK 那重點 keyword 力幣跟力之間有個關係 必須要怎麼樣才可以 必須要如何如何才可以 力幣跟力之間有個關係 必須兩者之間必須要如何如何才可以 我們找一位帥哥男友嗎 有25 25 力幣跟力之間的關係 什麼關係 他好像垂直 請坐 他們兩個必須要互相的 垂直 他們必須要互相的垂直才可以 OK 這是他的重要的keyword的觀念 好 好 就這樣做 然後就適時中力矩等於力時中力矩 就是 我們剛好可以平衡 剛好可以舉起來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幹崗原理 幹崗原理 我有一個我的教法 跟一個一般老師的教法 你隨便講一個 你隨便講一個 一個是我的教法 一個是一般老師的教法 你隨便講一個 二號 就是幹崗原理啊 等於什麼 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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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你講的是一般老師的教法 我教法是什麼 我教的是 市中力矩等於 逆時中力矩 一般老師叫什麼教的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 抗力幣乘以 抗力 隨便你 你給我背好就好 你給我背好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 這個幹崗原理 給我背起來就好 好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複習一下 有關於幹崗的部分 但是